哈喽大家好欢迎来今天又来到这个犹太小故事的这个Podcast这个节目了 我是小爷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早安午安晚安啦 今天呢欢迎大家进入来到这个犹太小故事的这个部分啦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我在一个Podcast上面听到的啦 这一个我是听到是应该是叫做只能喝醉酒的图书馆的这个Podcast里面分享的故事 他先请了一个嘉宾啦 他们就请了一个嘉宾就分享了一些关于一个德国朋友看过的犹太人的故事啦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听听看这个对我来说有点蛮沉重的故事 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大家别忘了就有收听就有订阅就有订阅 继续的分享出去跟你的亲朋好友也别忘了去我的粉丝团 好在FB、Insta这些可以找到我可以帮我做一个订阅以及按赞啦 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呢在下面有一个小赞助可以点进去就是Buy Me A Coffee啦 谢谢大家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吧 好今天这个故事呢就分享到是关于他的那个Podcast的一个嘉宾 他这个朋友啦那个德国朋友 就说到他们在一个他曾经是做一个类似是当兵的一个动作就好像是义务 就是说呢他去当了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义务军吧 就是被冲军去去做一个简单的National Service 就是去做一个国民服务这样子 然后他就在里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半逃兵的状态 他不想去当兵然后被抓回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他去当了这个兵他就去了一个被派去精神病院当那边的那个助手 而他在这精神病院的时候呢 他就遇到了一些事情 然后这些事情让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他这个事情呢就遇到的是在犹太人的身上 犹太老妇人的身上 他这边我分享他分享的两则故事都是短短的 但是可以带给你的一个震撼度我觉得蛮不错的 他说故事的方式也蛮隐瞰如正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这个Podcaster的节目啦 我觉得还蛮不错听的 他里面就说到了呢 他分享了两个案例 一个是呢就是他是在半夜的时候 大概三四点 有一个病房的老妇人呢 总会在那个时候起来站直直 那边抄步 那边踢正步 那边抄步 好像当兵一样 那就很奇怪 他知道他们是有精神上疾病的人啦 但是其他人没有这个动作 但是就他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就去问了他的主治医生 这个老妇人的主治医生 那医生啊 为什么这一个病房的这一个老妇人啊 他常常就在那个时间会起来 然后在那边抄步呢 很奇怪啊 为什么啊 那个医生就非常重乐跟他说 这样就代表你没有看他的病历啦 你去拿他病历来我看看 我跟你讲他病历发生什么事情 他一翻开他的病历之后 他发现了 哦 这个老妇人是一个犹太人 而这个犹太老妇人呢 是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被抓进集中营里面的老妇人的 幸存 幸存者之一 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 被抓进集中营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时间点被 那些德军 纳粹 去虐待啊 那些时间叫他们起来 要抄步的时候 所以他已经变成一个身体的一种习惯性 时间到 他就自然的会起身去那边 抄步提振步 这是第一个故事 这让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让我觉得 我们现在生活其实还蛮 不错的 至少我们有的选择 而这些人当时他们是没选择的 他们就被迫被抓进去那个集中营里面 其实他们根本没犯错啊 他们根本就只是一个被种族破坏 种族大屠杀的时代出生 在活在那个时代的人 他虽然说他很幸运地存活下来 但是他的那个精神上的折磨 精神上的疾病呢会跟随他一辈子到他现在 到他老了他还在精神病院里面 这是第一个故事 这个德国朋友呢 有一天他就在走啊走啊走 他就发现到 诶 这样多个那个病房里面的病人 有一个病人非常奇怪 他吃东西因为他们在欧洲国家 他们的主食是面包嘛 他的面包都很奇怪 跟汤都会吃一半 然后就把面包藏在碗的下面 然后这样遮起来 好像他吃够了 就这样就放在那边了 他就很奇怪啊 都没人跟他抢东西吃啊 为什么还要吃一半收起来呢 怎么不吃完他呢 这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他又去找了他主治医生 他去找他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一同就 你到底看了他们的病例没有 你是不是太那个 你得空你就拿来翻翻一下啦 了解一下啦 虽然你虽然你是服兵役 但是你得空也看下病例的啦 你竟然这么好奇 他想像你拿病例拿来 我跟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这一号人物呢 这第二个case呢 第二个故事呢 这个老妇人也是犹太人 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被抓进集中的犹太老妇人 一样的情况 但是他不是提政部 他为什么会吃一半 留下下另外一半呢 因为当时啊 他们被抓进去集中营的时候呢 是全部人一起被抓嘛 包括他的女儿 这个老妇人女儿也被抓进去了 这个同一个集中营里面 然后呢 这个老妇人也知道 他这个他吃饱了之后呢 他下一个会吃东西的人 就是他的女儿 所以他就要留一些东西给他女儿吃 所以他就只吃一半 留另外一半给他的女儿 留给下一个人 而这个奇怪他就一直认为 他现在住在这个精神病院呢 还是在那个集中营里面 还是这个东西 还是要留给他下一个人去吃的 所以他永远不会把饭吃完 我听到这个故事其实性情蛮沉重的 我听到这样子的话就觉得是一个 母爱的表现 对妈妈是非常照顾女儿的 甚至可以为了自己吃不饱都没关系 一定要小孩子吃饱 听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觉得哇 这个东西蛮震探我的心灵的感觉 因为他们的这种感觉就是 如果假设我们是活在当时的人们 你是不是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呢 我相信大多数的父母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我听到这样子呢 其实是就是变成一种 心情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的 你会回想起 你是不是会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的人对待另外一种人呢 所以好了 今天故事也就分享到这一边 虽然觉得有点沉重 我个人觉得故事听完之后 其实心情也没有太好的一个故事啦 好 这个故事就先送给大家啦 给大家听听一下 看有怎样的看法 会不会觉得这种故事非常的可悲可怜 甚至是当着纳粹是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想法 好了 我们的故事今天也就到这一边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继续的收听 继续的分享 继续的订阅 还可以给个五星好评吧 大家可以在Spotify 在Mixerbox Apple Podcast 都可以comment给我 让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还有就是可以在我的粉丝团队 在FB Insta都可以找到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